山海经上古四大神兽 能再增加寿命500年 TOP2 焦人焦人又名全客 上古神话传说中 与伪人生的神秘生物 根据山海经最早记载人鱼 伯利国 里尔国 雕体国 北渠国 街域水南 化体为林采 及焦人鱼 焦人有着人头鱼品 还长着四只脚的鱼 传到日本就成为了 人鱼最原始的形象了 TOP3 九尾狐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里面的白浅镇神 属于九尾狐族 极具神秘感 山海经中的九尾狐出现过三次 里面并没有记载其与神话中的 希望母家族有所联系 竟保留了它最古老的形象 而且 九尾狐通深白色 长九条尾巴也十分的美丽 是祥瑞的标志 TOP4 白则白则最早源于中国上 古神话 根据山海经记载 东望山有寿 名于白则 能言于王者有德 名照幽远则志 白则浑身雪白 会说人言 通晓万物之情 是冯凶画机的吉祥之手 祝其文解密原创文章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图片来源互联网 完全归属作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